共同的夢想家 就愛給你一份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和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桃子 歡迎你準時收聽收看我們的桃色新聞 今天有我們的杏鮑菇跟蘑菇 我是艾菇 大家好 好講到菇類呢 我們就要來開始介紹劇了 首先呢這個可以說是 直接是為史丹麗量身打造 就是你們是天造地設的 一對的鎮港分局 為什麼 蠻ㄎㄧㄤ的啊 那部戲很適合你 鎮港分局啊 就是到現在我記得在我們如果 這個時候應該就是還是 Nephes第一名吧 對應該還是喔 前兩名一定有 對就是排行榜的前兩名 你家的電視跟我們家的電視不太一樣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明明剛剛看的就是 生氣了生氣了 我剛剛看明明就是 你的Nephes跟我是怎樣 一定是許太太們的威力 因為許光漢去當兵了 對啊最大話題不就是因為第一個是 許光漢當兵嗎 第二個是因為他因為這個劇 第一名齁 我給你騙齁 你給鏡頭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因為我看到那個無聲蛙名 我好喜歡那一部 那鎮港分局第一名 第二名是什麼 第二名是媽媽朋友的兒子 第三名是無聲蛙名 你看他的臉有多討厭 我跟你講 無聲蛙名太給人壓力了 但是真的拍得很好 我崇拜那個導演 他是那個夫婦的世界的導演 我沒想到他能夠把一個驚悚片拍到這麼美 然後剛剛那個什麼 丁海穎演的那個什麼 媽媽朋友的兒子 丁海穎那個髮型怎麼了 對 帥度馬上減少很多耶 怎麼會讓一個男主角弄那樣的髮型拍 我也是 看一下什麼髮型 我也是對他的髮型不能理解 就立刻普掉耶 想說為什麼是不是 他明明那麼帥 是不是人設故意的 所以髮型對一個人有多重要 是不是你一個 對你有沒有覺得很普 男生的眼光 就當然還是帥哥啦 只是就是普掉了 我知道 而且他因為他為了這個劇走很多宣傳 宣傳的時候髮型都帥到爆 然後劇的髮型長這樣 好了那我們來講第一名的 好我們講完了分局 好啊 許光漢在裡面還是很帥的 我 對許光漢 因為這場分局的那個就是鬼家人的後續 呃 只能說鬼家人 分支來講許光漢這個警察的故事 就是把他抽出來講 應該對啊 如果是整整體來講也是鬼家人那個案件之後的嘛 對 之後的發展 因為我看到一個預告是跟鬼家人有關係的 對 就是他在罵 他在講他老公啦 對對對 對啊 就是看他鬼家人之後吧 可是呢又是在鬼家人之前先拍好的 喔 對 對應該是我記得應該是這個樣子 是喔 對 所以他拍好的時候其實已經是幾年前了 喔 對 所以你會覺得很多的笑點就有點 有一點 現在有點gap不太到 因為已經以前的笑點了 喔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會比較 會比較那個 會比較 脫亂嗎 脫亂是這個原因 就覺得怎麼 有點 怎麼會這樣子 過過過時了這種感覺 對然後呢 加上 加上 例如說 露露在裡面的角色 一直在那邊用 一直用那個 NBTI 欸那他們那麼久以前就寫NBTI很新耶 對啊 對啊 所以幾年前啊 對啊 所以那時候可能剛紅啊 剛開始 遊行啊 對啊 剛開始也只有在韓國 台灣是最近才開始吧 對 台灣我覺得不只最近 我已經聽了兩年了 真的啊 那你走的蠻前面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覺得露露的角色 在講NBTI 應該也是那時候 剛開始要紅吧 所以他就把它夾進去這樣 可是到我們現在 已經都很熟了 然後一直聽到他講那些 我會覺得 我覺得編導都很努力的 要去塑造每一個角色的 獨特的表現方法 那只是就是說 整個串起來之後 有沒有那個魅力 跟大家會不會喜歡每一個角色 我覺得那個是很留空間給大家的 對對對 然後加上其實我 我覺得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編導們真的 就是很很刻意的 也是刻意啦 就是知道這些地方是要搞笑的 但是對我來看起來 太用力搞笑 對我看的時候 就覺得太用力 或太刻意了 其實 你吹一夢就喜劇真的很難 很難啊 對我覺得真的很難 我很喜歡你那個演員 那個那個課要的警察 喔打泰拳那個 對啊小臉當欸小臉當 對對對我很喜歡他 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裡面最適合表達 導演編劇想要表達那個氛圍 就是他 他在裡面完全不違和 他就是演得非常好 我很喜歡他 只要有他的表演 最遇到的一個點 而且他是剛剛好的 他也沒有真的好像很用力 要讓你看到他 他就在旁邊這樣一直抽動 你就覺得他很好笑 然後當然大家也討論了 呃台哥的演技 對啊 台哥其實就是沈默的羔羊 對沈默的羔羊 都在在就是 就是 智慧型犯罪 就是而且而且不只台哥 台哥真的智慧型 我有聽說很多人就會 就會就會 就是就會 疑惑說 怎麼可能警察 這樣辦難啊 怎麼可能怎樣怎樣 啊這演戲嘛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記得我在Tray上面 第一個看到批評的 他很認真 他就說 呃你們都沒有做功課 你們都亂寫 然後製片百輪就立刻出來說 我們有做功課到底哪裡錯了 他就說 沒有可能什麼 呃什麼 什麼小隊長 馬上就升什麼長什麼長 他說有些是外派過來什麼 他不可能這樣 然後就像史丹里講 他說 呃就看戲 大家就說 對大家可以沒有那麼考究 當歷史劇在研究 對 因為他不是歷史劇 他不是歷史劇 對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架空的空間 只是剛好 對 他連 對啊就是剛好其實跟地形跟我們很像 喂 就是景跟我們很像 欸可是我看到也很多人在討論什麼 年輕的時候很帥的演員 然後演的 你說楊又寧 楊又寧老了變台歌 這個真的有點 怎麼說服他 太挑戰了 再等個30年我們再來看楊又寧會變怎樣 哈哈哈哈 楊又寧開始有點壓力 如果楊又寧可以變台歌 那我就等楊又寧 因為台歌有模仿過我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 我不知道欸 我反而會在一些不預期的地方笑 我也是啊 對啊 就是你會感覺到編導在這裡想讓我們笑 可是我比較沒有想笑 我反而就會笑不出來 可是不預期的地方 對對對 其實我一開始 一開始就有笑的是那個 雪芒芒芒叫 叫嚕嚕的名字叫錯那個地方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他叫鼠芬 然後一直講加分 對對對 俗芬 對啊所以加分講俗芬 對 我叫俗芬 很簡單的就很好笑 對啊 不是啊 我有時候覺得像以前看偉忠哥導喜劇 那偉忠哥說其實喜劇還有一個很重要其實是Tempo 是 就同樣一個像話你的Tempo接的不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點尬掉了 對對對 所以我有點在想 因為他裡面很多所謂的inside joke 就是圈內人知道的 比如說 那個 他是局長嗎 馬尿 馬尿 馬尿的巴黎草莓 對啊 巴黎草莓 這就是很inside的吧 我跟居然看到說 真的是 可是這就是我們那個年代才懂的 人家年輕人看會笑不出來 我不知道 但是無所謂 不是無所謂 這是年輕人 我的意思說他們很大膽的去走這樣的笑料 就是沒有在管 對 我終於整理出來 我覺得他們就是沒有在管 你要不要笑 我覺得很好笑 我就是要弄給你 可以這樣講嗎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覺得以劇情來講 是有吸引我把它看完的 真的是有吸引我們 我覺得好像不知道第幾集之後 他開始辦案的時候 你就會被戲進去說 到底是誰 對對對 我也是會想說到底是誰 跟劇情兩個在那邊猜到底是誰 然後真的是會吸引我 想要把它看完的 今天在這個我們三姑時間 再推薦一些劇 那政港分局其實在Netflix 一直是第一名 就表示很多人去點開來看 那有看完的就是史丹利跟我 然後在這當中 你還要繼續講說什麼 沒有這很可惜的事啊 對不起我再表揚一位演員好不好 那個昆達 對啊昆達真的很 他演那個宅男演得很好 他真的演得很好 他在應援的時候 唯一一個小小的 我給導演的建議就是 你太刻意排隊行了 因為我們在看這種去應援小偶像的時候 一定是擠在一起 都還要做出那個動作 可是導演把他整個排開了 就那個空間讓昆達跳個夠 讓給昆達 他手都可以伸開都不會打到旁邊的人 昆達一個舞台啦 一個秀的地方啦 但是很成功 他那麼犧牲 我覺得很成功 這個角色非常成功 昆達真的很好 真的演得很好 很不像昆達 對 就大家都認不出來 真的認不出來 然後我就說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他主軸是用成語 他是用成語 然後會有很多人 會有成語的錯字 什麼的成語 用成語來當主軸嘛 這很難賣到國外吧 對啊 對啊 外國看不懂啊 你不能 因為像連現在很紅的黑悟空 很多外國玩家在玩的時候 也都不懂他們裡面一些成語 或是什麼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個 如果說他們有一個遠大的志向 就是說 如果有人被吸進來 他就會去研究這個成語 你懂我意思 就像黑悟空 如果我想要了解 我就會去看這個故事 現在很多外國人就去看西遊記 甚至外國人都要唱那個山西的歌 對對對 所以就是也可以是一種文化輸出 是 但對我來說 那個成語 太簡單了 哎呦 哎呦 那他有一個死者一出現 那個什麼 這樣掉一根 我說玄良吃果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 瞬間才出來 但是很好的是 我覺得給年輕人去學成語的機會 因為現在年輕人 我女兒成語也是不行 不行 完全不會 每次會講成語 他們說 那是什麼 真的喔 對現在年輕人 欸他們的 國語教育裡面 不像我們以前會 那麼多的成語 一直要背 然後要考每個字的意思 就像玄良刺骨 那個誰 許光漢會說 又不是刺屁股 然後王靖就說 骨是大腿 所以就 欸我覺得這個過程還蠻好的 對不對 所以讓大家學一下 對 然後王靖呢很可愛 他因為這個劇一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 連導演連製片 都在脆上面 瘋狂的宣傳 好 然後呢 王靖也上來拉票 結果就一折留言而已 就說 你有沒有選劇本哪 怎麼每個劇都一樣 他就說他有一點小小受傷 甚至說 是不是社群要休息一下 這樣 那其實王靖我覺得 他覺得在裡面就是恰如其分 他不然要怎麼演 嗯 就他那個角色該有的樣子 欸王靖是你的最愛 你要不要聽他說話 沒有啊 他演得很好啊 我覺得他的角色 他的角色非常的棒 真誠真誠 真的 我覺得覺得應該 我一可惜就是 他的戲份太少了 許光漢太多了 討厭鬼 許太太可愛 許光漢 好然後另外我有看到 我就覺得說 好 怎麼看戲呢 就是說到底我們認真程度要多少 因為有一個論調就是說 你許光漢講什麼 就是怎麼可以把女生講成這樣 什麼月經請假 你們都是裝 他說不是 他的角色個性就是一個大直男 他就住大直 不是啦 他就是一個臭直男 臭好不好 就是很大男人主義 所以這個也 大家也不要 就是大家 這一點被拿出來檢討 我覺得有點歐了 以後的戲都不能就是有這樣的角色 對啊 然後每個人都要是好人 真的 有人真的如果哪一天捅了什麼東西 怎麼可以這樣 這是犯法的 對 因為他就是演一個罪犯 對 他就是演一個罪犯 就一樣的意思啊 真的 真的有很莫名其妙 OK 反正我覺得他是一種走很荒謬 然後就是用比較不同於以往的笑料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你想 你說不定是你的味道 就像史丹利一樣 對啦 有時候有些那個 有些電波會對到 就會覺得很好笑啊 對啊 有些電波會對到 但是我覺得就是可能 呃 不要 就不要太認真 不要太 對 不是不要太認真 不要太考究 不要覺得什麼 檢查什麼可能這樣 什麼都要拿出來檢查 什麼都要拿出來檢查 不用一個 他就是個荒謬喜劇 從荒謬當 楊佑寧都會變成那個台歌了 你還計較什麼 多荒謬啊 我笑出來是那個誰啊 黃璇 跑到那個牢裡去看那個台歌的時候 台歌突然講 你腦子是不是有問題 我就笑出來了 就是可能每一個人會笑的點不一樣 欸我們現在這段只剩三分鐘了 我們要介紹別人 還是你這個介紹完了嗎 沒有沒有應該差不多了啦 好 好那接下來有我們的蘑菇 我不小心發現了一個韓劇 什麼 叫做陪玩的女人 聽起來澀澀的 我跟你說 史丹伊想看了 他露出來想看的眼神 當初這個上架的時候我看到 我就不想點開 就是因為他的劇名 有時候劇名跟現在書名都一樣 很影響人的那個 對我想說什麼意思啊 就講酒店嗎 就沒有看 我說打個掌 就有一次我跟朋友就是可能出去玩 出去玩 然後那朋友是一個媽媽 然後他就要帶小孩 那時候剛好爸爸不能去 然後就看到一個年輕的男生 我說為什麼 他是誰 他說這是陪玩哥哥 我說陪誰玩 白癡喔 陪小孩 陪小孩啦 然後我才好奇之下 點進去看 才知道說 喔 他其實 前半段是一個純愛劇欸 陪玩的女人 然後純愛劇 他陪玩女人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女主角 他是一個 專門拍YouTuber 然後做一些手工 手工必須要做的東西 然後陪小孩度過時光的 什麼什麼姐姐啦 類似說 就手作布娃娃 然後的YouTuber 拍給小孩看這樣 對 他其實等於是 不希望小孩子玩一些現成的玩具 然後他就會教他們說 你們知道嗎 其實 比方說吹泡泡是怎麼開始 從怎麼開始做 然後到怎麼玩 來拍給小孩看的 所以叫陪玩的女人 唉 唉唷 這樣真的很不應該 他直接把他就是會 他的那個TA啊 就嚇走了 對啊 然後 然後會變成像我這種 去看 哪裡哪裡在陪什麼 我陪玩什麼 然後你就更生氣 對啊更生氣 好然後主要是 你講那個演太久對不對 男主角叫演太久 他以前呢 都是演一些黑道 演太久 演太久 演黑道啊 什麼變態殺人狂 他在這部呢 依然演黑道 但為什麼會爆紅呢 因為黑道大哥 母胎 母胎單身 男生 他談戀愛了 而且他是哀人 對 就是很內向 非常的哀 他的MVTI他們說 是大寫四個哀 嗯 然後他說 他是戀愛腦黑幫大佬 是不是 又會搞笑 然後他說沙雅低音泡 聲音超好 喔我要去看 我要去看 你也是會被聲音 會啊那個 欸你沒看那個 那個什麼ASMR 就常常打人家 他聲音真的很好聽 欸 有有有有 對有沒有睡覺聽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 今天蘑菇在介紹一個 其實你說之前在 韓國網路上 討論度變很高的 這個男演員 他就是連續幾個月 都是那種演員 討論度第一名 然後就覺得很好奇啊 想說誰啊 我根本也沒看過他的戲 就因為陪玩的女人 對 他就爆紅 他以前都是演 也演過主角其實 但是都是那種 都沒有紅 真的是殺一殺去的那種黑道 的那種角色 喔 然後他有演過那種什麼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喔 然後就是在查那個開車 計程車司機 他演的是計程車車 沒有他演的是一個 很煩欸 就是在某一個關卡 查到那個計程車司機 喔 本來就是發現他其實 塗謀不軌之類 但是把他放走了 喔 的一個警察之類的 警察 但是這一次你講他戀愛腦 又是黑幫老大 對 然後又因為聲音很好聽 他哀 哀到是不是 因為你給我看了一個片段是 他連戲外都在哀 是真的假的 他在戲裡面 還算正常喔 是 就是正常男生只是比較害羞的 談戀愛的表現 是 但他戲外的哀的程度 是他去上那個 劉在喜的訪問 對 然後整場大概 大家就一直看到他頭皮 啊就一直低頭 很害羞 或是他們就一直稱讚他說 欸你最近很紅 你那戲啊什麼 然後就啊 謝謝 都用這樣子氣音講話 他講話就這樣 然後所以他那個 綜藝節目就會上字幕說 大家的家裡電視沒有壞掉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已經把它音量調到最高 請你們把電視機的音量調高一點 他還碰到那個我很喜歡的 車 車聖 車 車 車 也那個啊 對啊 車聖 車聖員嗎 對車聖員 因為他們兩個都去參加劉賽奇的節目 是 宣傳各自新的片 啊 然後剛才是上下場 然後這兩個人之前啊 Netflix有這部戲叫暗夜天堂 嗯 他們在暗夜天堂有合作 嗯 也是一個黑幫殺來殺去的電影 嗯 然後還有去參加坎城影展什麼的 喔 因為有合作過 然後這個 嚴太久就想說 要跟他打招呼 嗯 但因為很害羞嘛 嗯 他就偷偷摸摸在布幕後面這樣 那其實是上一場 嗯 然後工作人員就cue Cue他說 你過來打招呼 Cue留在席跟那個 車聖員說 他在後面 然後我們就轉頭一看 然後車聖員就 學他說 啊 太久啊 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站在那邊一直 一直一直一直點頭 好煩喔 一直打招呼說 啊用用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然後就把他拉到鏡頭前說 啊 太久啊 好煩喔 就一直學他 因為我覺得他有點就是爆紅到 他大概自己也嚇到 而且韓國是那麼講就備份 他可能覺得這些人都是很紅的 大牌 對 然後他就都不好意思抬頭看他們 他參加留在席的那個綜藝節目 他本來穿長袖襯衫 然後就緊張到錄完的時候 整個是捲成短袖 哈哈哈哈 然後他的手指縫裡面都是他 因為他穿深色的牛仔褲 一直在摳 一直摳摳到整個手指縫 都是藍色的 對他就事後接受房間的時候 下次還是要穿大象褲 對啊 對啊 他會破掉啦 我會摸到破掉 而且最好笑的是 我看到一個訊息 是他在9月底要辦粉絲見面會 台北嗎 在韓國 在韓國 那怎麼見面啊 怎麼見面啊 他就穿大象褲 他應該就被那些粉絲 大家不能尖叫啊 因為就會聽不到他聲音 然後他就會一直只能看到他的頭皮 然後他就會一直 謝謝大家來參加 好等一下 那請問除了他個人的魅力之外 這劇情好不好看 對啊 怎麼都沒有在講裴萬的女人啊 對啊 欸我看完 我只看了前半頓 因為我想要知道說 他在裡面真的就是演一個黑幫大佬 什麼很有魄力什麼的 嗯 但是突然開始要談戀愛的時候 嗯 超級放得開欸 你不敢想像 什麼意思 一個那種內向的人 他比方說他演喝醉酒之後 嗯 呃就是突然瘋狂的拉著女主角 在那個遊樂園這樣瘋狂奔跑 嗯 起酒笑這樣發酒瘋 嗯 演得超好的欸 嗯 好啦他原本就是個很會演戲的人 但是 反正就實力派了 對就真的很放得開這樣子 嗯 但對這部戲我有個疑問 嗯 我對全韓國的編劇有個疑問 嗯 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寫 男女主角小時候就認識 然後長大慈善之後又相遇的情節 噢 噢 更太老是 算了他們一直穿約 一直出車禍我也都接受啦 哈哈 對 女王也是啊 什麼小時候也認識什麼的 對啊 這我也都接受了 韓國好笑 欸只剩20秒我推薦一下無聲挖民 好 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說 他其實是驚悚片 然後呢 這個但是我覺得這個導演非常棒的是他 他其實用很明亮的色調 然後攝影把那個 呃就民宿裡面那個都拍得很美 但他其實有 呃 算兩個兇手 一個兇手是分屍啊 另外一個女兒就是大雅公 就是一個神經病這樣 然後就開始對付那個民宿老闆 然後也說那個男主是 很多年沒有演電視劇了 但是他又被請回來演 然後我覺得他製造那種懸疑感太恐怖了 就是那個女兒會讓你覺得很恐怖 他很漂亮 他每次出來穿的衣服都很漂亮 可是他就是一個小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整個畫面跟營造出來的美麗和冰冷 然後溫暖和那種邪惡的那種就是病存 我覺得這個無神蛙鳴還蠻 蠻就可以消暑啦 你看的時候可以關冷氣 哎呦 也是已經全部上架了 不寒而立 應該是我還沒看到最後 但蠻好看的 目前看到只有八集啊 嗯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咯 謝謝我們的杏鮑菇蘑菇 我是艾菇拜拜 就愛點你UFO